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事先创造了摩里西斯 再依此创造出伊甸园 摩里西斯被誉为是天堂的原型 他有壮阔的岛屿 沙滩美景 湛蓝海水 以及上千种海洋物种 他们也很懂得把握资源 行销观光 这两百年以来 也一直是许多欧美贵族名人度假的首选秘境 而摩里西斯位在非洲大陆的东边 在马达加斯加岛还要再往东八百公里 是印度洋上的群岛国 首都是路易港 全国的面积只有一个新北市大 人口才一百二十多万人 但这样的小国却创造了非洲经济奇迹 它是非洲三大复国之一 在2020年正式加入世界银行的高索德俱乐部 它有稳固的民主政治 开放的市场 连社会福利都很完善 为什么这座岛国可以得天独厚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带您好好探秘 这一座人间天堂 摩里西斯曾受荷兰跟英法殖民 殖民时期是以制塘业为主 在1968年独立之后 政府决心转型 鼓励外商投资 发展离岸金融 现在的经济结构除了旅游 纺织跟制塘业是铁三角 金融业也成为了稳定的支柱 而摩里西斯虽然是非洲国家 但街头看到的当地人 跟你以为的非洲人很不一样 开放的社会风气 多文化和谐共处 也是成为天堂的根迹 美国文豪马克·土温曾说 上帝创造天堂的原型 就是摩里西斯 光从南边海岸的奇美幻景 高空俯瞰 就像一道海底瀑布 其实是海上泥沙向外扩散 选着缝隙留下4000米深的海底 和浪源交错而成的视觉美景 泽民纽约时代杂志 评比为人生必游心境 碧海蓝天和丰富的雾酒 享有得天独厚的观光资源 脱俗范围 是由渊远的殖民文化 所拼蹄而成 上山就是52个弯 这块山到山顶 就是毛利球是最高峰的山 海拔就是820米 这样子 印度人口在摩里西斯 是最大族裔 占67% 每年的2到3月 摩里西斯的印度教徒 靠前程的心 徒步走上山 目的地是除了印度之外 海外最大间的印度庙 高33米的师婆和杜尔加神像 助力在门口 是他们的心灵寄托 走进印度庙 映入眼帘的湖水 在地人称干嘎塔烙 自命意思就是恒河湖 他们相信在这湖底 有一条暗流通向印度恒河 摩里西斯境内最大的淡水湖 也是在地印度人认为最神圣的地方 叫做公巴西 这是一个火山口形成的湖泊 每年到了师婆节 印度教徒都会来到这里朝圣 因为摩里西斯的地理位置 地处非亚航道要塞 极具战略重要性 引来海洋经济时代的强权际雨 曾被荷兰 法国 英国殖民 也是在这时候 从英属的印度 引进大批劳工 从事建设 那里顾问亲自引领参拜 引用废陀经的范咒 为我们的此次前行 祈祷平安顺利 在这里的印度教徒 甚至不管是结婚或考上大学 都会带上祭品来着奉献 近四百年的殖民 让摩里西斯 宛如一场文化竞争 但现今族群融合的开放社会 却是在黑历史下成长茁壮 以前奴隶就是 大家在家买过来 要撑船过来 然后它这里就是第一个脚印 然后奴隶上来的第一个脚印 然后就放在这里买卖奴隶 就是有的人需要奴隶家里 然后就到这里来买 法国在17世纪占领摩里西斯 引进非洲奴隶来种高经济价值的甘蔗 近百年的血泪史到英国接手后才废除 却供改成契约雇用方式 从印度和亚洲引入 也是在这时穆斯林和华人涌入经商 奠定现金的人口结构 像是丹丹就是在这深耕的华人 28岁因为中国工厂被外派到摩里西斯 他来来回回因为这里的单纯留了下来 虽然这里赚钱我们赚的不是很多 但是很开心没有压力 就是也没有攀比 他们都是很和谐的 就是你如果就是说到一个地方 如果不知道路然后你去问他们 他们还会帮你带去那个地方 有时候去买菜啊什么的 东西烙在包包啊烙在车上了 然后他们还会还回来 因为华人的旅游市场越来越大 从女工转职旅游业 最常和客人分享的 是摩里西斯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有一年我就接到这一个男孩子 十岁左右这样子 他就问了 他说阿姨我要去那个非洲部落 我说这里没有部落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就是非洲那种部落里面 现代和历史并存的汇集地 首都路易港最举景点 西市的议会大厦 市政厅都还保留欧式建筑 在被殖民时 摩里西斯靠唐叶经济起飞 1968年独立后 政府决定从低收入的农作 发展中等收入的多元经济 开始鼓励外商投资 蓬勃离岸金融 靠旅游 纺织和金融业 挤进非洲三大富国之一 创造出的经济奇迹 是拥有超过一万美元的人均GDP 超越俄罗斯和阿根廷 因为他这里英国也统治过 法国也统治过 就比较高端了 就是这样子 就不会想象就是到有的 那个非洲的国家 很落后那种 就是这里相对 就是还是生活水平 还是比较高的 走位的毛利球 本身就是说天堂一样的 冲突但和谐的殖民文化 摩里西斯 融合的刚刚好 有人说过在摩里西斯 连空气都是甜的 因为摩里西斯拥有将近400年的 甘蔗种植史 至今全岛还有约90%的耕地 都在种甘蔗 只要一出机场 路上左右两旁 随处都是甘蔗甜 这堂年产量超过40万吨 光出口就占了外汇收入的四分之一 但当地的制糖业发展至今 已经不单纯只出口糖了 还得把甘蔗发挥到最大价值 像全国有15%的电力 是靠深植能源 也就是用甘蔗渣当燃料 在锅炉里燃烧来发电 而甘蔗产出的副产品 糖蜜也能酿酒 特殊的风味 让莫里希斯的兰姆酒 成了在地特产 无际的甘蔗甜 是东洋下莫里希斯的风景 走在莫里希斯的道路上面 两旁可以看到的几乎全部都是甘蔗甜 因为他们的一大经济作物就是甘蔗 全岛大约有90%的可供地 都是拿来种植甘蔗 光是蔗糖出口 就占了莫里希斯外汇收入的四分之一 花岁也在暖阳下摇曳 季节限定的花海 就知道该是甘蔗生成石 这是糖蜜 现在是准备准备准备 在岸上 我们有14,000 hectare 在糖蜜的栋域 有2,000 hectare 莫里希斯南部最大糖厂 光种甘蔗的面积 就有快2,000座足球场大 每年能产约22万吨甘蔗 甜岛称号是有根源的 是糖蜜 所以莫里希斯是一年最大的栋 因为它是很高的 它是很高的 地球状况和气候 而且它是抗争软 我可以说 是糖蜜是马里希斯的 产约4百年前被引进 当时荷兰殖民带来了甘蔗 中世纪的糖还属于收持品 让接续占领的法国英国 全力在这发展制糖业 需要产量的农作 引进非洲奴隶和印度人 成了当时主要劳动力 也是造就莫里希斯 多元民族社会的原因之一 在这边应该是故软末不成了 好的 毕竞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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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里有病毒的朽生 毕竞发生了 已经是被枪了 到目前夠境来 毕竞发生了 毕竞发生ま动 中间义原延 到目前复兔vé 罕兰 製糖發展到現代的專業化 摩里希斯已經能生產十幾種精製糖 到現在仍是英國皇室御用糖的供應產地 因為摩里希斯全國年產的製糖超過40萬噸 本地消費只佔10% 其餘出口到全世界50多國 但又和全球前幾大製糖出口國比 像是巴西或印度 就得想辦法讓甘蔗創造更多價值 有所增加的砂糖增加 因此我們從砂糖增加的價值 因為競爭的競爭 但要生產地 我們必須再製造我們自己 再製造更多砂糖 不僅只產生砂糖 但也產生電池 就是加氧化和氧化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得到 你會看到 氧化的氧化在製造中 你可以看到 然後它會被燃燒 鍋爐內裝的全是甘蔗渣 它們這時候的角色是燃料 經過燃燒後 水蒸氣轉換成能量 就能用來發電 還不僅僅只提供給企業工廠 摩里希斯全國供電網 有近15%都是利用甘蔗原料發電 水蒸氣轉換成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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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燃燒 豬或霧 做出出生酸 製糖過程的副產品 糖蜜也是蘭姆酒的原料 比起原汁蒸溜多了浓郁香气 也因为摩里西斯未处热带 蒸发程序比温带地区快 在这沉酿八年的兰姆酒 相当于其他地方沉酿二十五年 尤其蒸溜后的高纯度酒精 更是糖厂极力想开发的新附加价值 烤鸡是售署了地区的汁蒸溜 但是我们购买了大量的汁蒸溜 到国家的汁蒸溜 我们现在购买到欧洲汁蒸溜 所以我们的活动是主要购买的 但我们也购买到地区的市场 甘蔗对许多国家来说 是单一经济作物的名词 但在摩里西斯 能不能说是一部唐叶王国的历史 在摩里西斯没有原住民 岛国从17世纪开始了殖民史 当时殖民母国跟输入的奴隶跟劳工 造就近日多元的人口结构和文化风貌 他们的官方语言 是以英语跟法语为主 教育系统则是承接英国传统 公民从学前到大学的教育都免费 也因此社会的教育水准很高 而摩里西斯算距离台湾近9000公里远 还跨越了南北半球 但其实两国颇有渊源 因为我们台湾是个远洋渔业大国 年产值400多亿 位居全球前三名 而摩里西斯正是印度洋上的重要渔业基地 每年大约有400到500艘次的台湾远洋渔船 在摩里西斯靠岸 进行了卸雨 授雨 补给 转运跟渔船维修 也因为太多的台湾船在这作业了 因此台湾渔业署也派出专员 在摩里西斯筑点 帮台湾的船家做沟通桥梁 卸雨港是摩里西斯最大海港 位在西北海岸的港口 不仅是首都 也是全国经济中心 卸雨港面积42.7平方公里 只有台北市的六分之一 却是非洲地区 仅次于南非约翰尼斯堡的 第二大金融中心 议会大厦 市政厅 都坐落于室内 之所以是摩里西斯的经济重心 除了是全国进出口货物的唯一门户 因为地处印度洋的航运要抽 是亚洲货物销往非洲的中转站 台湾船也远渡重洋 来这套金 我们摩里西斯在那个长串 那个就是那个长级尾 然后出去 差不多载个二十天 然后就进来卸 出去进来卸 就是每年都这样有半年的时间 台湾和摩里西斯相隔近九千公里远 因为路易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控制着印度洋西端门户 是捕捞渔获的转运港 对台湾来说 也是远洋渔业最重要的基地 这里是驾驶台 我们每天要工作 要出来当班的地方 7月的捕捞弹季 恰巧被我们碰上来自高雄的运捕船 正好停在路易港 卸鱼补给 船上的老大哥是李船长 15年前到摩里西斯跑船 能说印度洋他熟得很 他这里往东跑 一天多就出领海 那边就可以卸越了 然后往南跑 也是两天就可以出去 就可以出他们领海就可以卸越了 就方便了 然后在出领海那边卸越 卸越到鱼满了 他们要说没有向我们动船到 他们自己就可以开进来卸 负责运在台湾渔船 在摩里西斯周遭海域捕捞的渔获 尽管船在印度洋上 信仰还是得跟着飘洋过海 这个是中葵跟山太子 因为我们去年都是拜那个马祖 现在马祖要休息 换中葵大帝来 你什么要休息 他就自己拨鱼康床 要去山顶休息 不在海上 想要回台湾休息 好 好海人的寄托 拜拜求神明 保佑航行顺利 却特别出现在台湾船上 但除了习俗 在非洲岛国的步调 就连在海上也很不习惯 当然没有女生是他们步调太慢了 他们工作 什么要我们卸货 什么是步调太慢 有时候他们卸货 都叫我们船人自己去卸 比他们当地的还快 因为他这里就是 反正他是 我八点上班五点下班 我就熬熬慢慢做到下班 拖时间拖长 他们是这样子 动作很慢 然后三点还有一个下午茶 还是什么 对李船长来说 有的是方法解决 毕竟三十岁就开始跑船 会入航 好像是因为陆地上投资不如意 才转而当船员 超过三十年的漂泊经历 就算在摩里西斯港口 严格照规矩来的惯例 他也能有一套深深之道 我们的三百四 我们知道的加一万 我们加一万 他十多万人不得百万 香烟这里很贵 他就想有时候我们也是 我们那个是免税的比较便宜 然后我们多出来 有时候拿一包香烟给他 二十几块 他这里一包卖三百块 他们说哇 给我一个三百块那么好 然后这对你会比较亲切一点 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发展鸢鱼业 上千骚鱼船横扫三大洋 台湾在公海上抓的鱼货 产值每年超过七十万公吨以上 被联合国公认 是全球六大公海鱼捞国之一 而在摩里西斯最多的鱼种是长崎尾 主要加工做成罐头卖到欧美 好一点的品种像大木尾 转卖日本做生鱼片 八成几乎都是外销 因为摩里西斯算是我们 子弟是于港口里面 船只数最多的 那目前在易度洋这边 注意的船只大概有 台湾船只大概有两百多艘 那每年进来的艘次 大概有数百艘次这样子 四五百艘次应该是有 法国十七世纪 把摩里西斯当作欧洲到远东的 主要补给稿 地缘位置上也是非洲联盟 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大英国协 这些国际组织成员 所以台湾船捕捞的货 也能直接就地卖出 进入欧洲市场 庞大的渔货流通 台湾渔业署甚至派驻专员 协助台湾船家当沟通桥梁 我们的角色就是渔船 或者是渔满船进港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去在现场看他们 卸鱼的作业 对那去核对数量渔走等等之类的 看是不是符合他们跟渔业署 去申报的相关的要求这样的 在各洋区有捕捞鱼种的规定 只要渔船进港就得审核 渔获配合树 有时候还得处理棘手的禁忌船物 上次班部的船 它离摩尼西斯比较近 所以摩尼西斯这边的政府 它会派那个定义机 就飞机或者是像直升机 或者是海巡船之类去出海去搜寻 我们是主要是做联系的动作这样 那联系的动作就是包括 像是摩尼西斯的政府 还有那艘船的一些代理商 台湾鱼业野心勃勃地 在全世界开疆辟土 占总体鱼产值44%的远洋船物 版图在印度洋上 持续发挥捕捞实力 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摩尼西斯大约有1700种物种 包括了800种的鱼类 17种海洋哺乳动物跟两种海龟 但这如此美好的小天堂 也曾遭遇浩劫 2020年7月 在摩尼西斯东南方外海 有一艘日本货轮触礁 导致有超过千顿的燃油泄漏 当时海面被染上厚厚的油污 生态专家断言 这几乎是当地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 而时隔三年之后 我们的采访团队跟着NGO 深入受灾区 发现小天堂的人为创伤 恐怕遗害百年 海水从碧绿到湛蓝 荒洋力小小的平台缓缓冒出水面 这是摩尼西斯最刺激的海下探险船 想体验过程类似搭火车 还得在海上平台转程 眼前只剩完全的蓝 密闭的潜水艇最多承载十个人 随着船慢慢下沉 玻璃窗外的海底世界欲去丰饶 有世界闻名的潜水圣地封号 就知道这儿的海洋生态是种奇观 是的 这个海洋的名字是STARHO STARHO的日本海洋船 我们在1996年 它在1998年第二次提供 在1998年 建立一个机器的海洋 或我们可以在海洋船 陈雪亭最深能下潜到35米 斑斓的珊瑚 鱼群变成常客 在窗外无限量观赏 是来摩尼西斯最难得的享受 没有在海洋船 所以我们看到海洋船 我们看到海洋船 我们看到很多种类的鱼 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330公里长的海岸线 被珊瑚礁围绕 印度洋上的明珠 却在2020年碰上生态最大危机 只要来摩尾 和时尚 如果我们看到海洋船 是,我们不知道 在某天 我们看到海洋船 然後引火水爆發到洛西蘭尼西蘭尼克 從米波到菲律看 今天我們是2023年 我們接近3年後 還有少許生抽屜 這裡我們是在 velgin aunt 如果您看看 你看到這邊都是 Scarlett Fund 在挖起泥塊 浓浓的汽油味已经扑比而来 摩里西斯的东南边旧大港区 整片红树林已经部分干枯而往 一块块卡在泥土上的焦黑 全是油污的踪击 当时日本货轮在摩里西斯的近海触礁 漏油导致了整个南部海岸线都遭受到严重的污染 像是我们下载的岸边红树林区这边 地下的泥土其实都变得非常硬 专家推测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油污冲上这片红树林区 导致它们覆盖了整个根部 让这个根部没有办法呼吸进而死亡 当天气高时 你可以看到水满在水上 因为水满在水上 往跟外围的泥潭地走 汽油味重到足以让人头晕 脚踩的痕迹挤出一滩滩的积水 油渍马上在水面现行 在货轮漏油后的三年 七公里远的生态区还因为洋流带着油污影响至今 更别说事发地点就在摩里西斯的生物宝库 Point Disney外海 也是拉姆萨公约中国际重要实地之一 超过千顿的燃油洒在这片海域 让摩里西斯一度发布环境紧急状态 保护海外围 制作艺术发布环境 艺术发布环境紧急状态 然后专业人们来准备清潮 但显然是很难清潮 但仍然是三年之后 尽管半年后海面油污大致被清走 但水下的残留物难以测得 甚至漏油事故后不到一个月 周遭海域发现超过40只海豚死亡 但尽管如此 这场漏油之灾 仍引发环保人士的怒火 他们认为当时政府 在危机初期反应迟钝 包括触交后任由船只搁浅 延误处理黄金时间 加上泰湾向国际酬援 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浩劫 严重影响观光和渔业 超过7万人上街抗议 这也是摩里西斯独立后40年 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摩里西斯独立的问题 今天是关于食物 因为当你有油在海豚死亡 你可以很简单地认为 小鱼会被污染 可能所有食物的改变 可能会影响 可能会有这些人 会在海豚死亡吃的鱼 成功的产业转型 造就今日摩里西斯的富裕 而之前我们也曾经 为您报导过 移民魔国的客家人 朱美林成为了 当地伟人 成功的产业转型 被印在钞票上 因为他曾经担任政府官员 推动产业多元化 利用自己华人的身份 游说了许多台港企业 到摩里西斯投资 也促使纺织产业的成熟化 而我们采访的纺织集团 Termak 就是由客家族群第二代所创办 他们是许多欧洲品牌 在摩里西斯的独家经营商 也创立了自有的服饰品牌 每年生产的衣服高达了一百万件 不过纺织业是个劳力密集产业 富裕却人口少的摩里西斯 还因此向孟加拉借降 因为孟加拉可是全球第三大成衣出口国 经验很丰富 因此一走进摩里西斯的纺织厂 放眼望距 几乎全是孟加拉一共 一周日本该是银行休息日 市中心的银行门口 却排了长长人龙 是摩里西斯假日早前的特有景色 一月的资金 这是我们的资金 一月 二月的资金 或三月的资金 我们的资金 拿着护照和申请单 一周里唯一一天休假 还得花时间来银行排队 等着汇钱回家 他们来自孟加拉 也是摩里西斯 最大劳动力供应国 根据当地人力就业局资料 截至2023年3月 有快八万名孟加拉人 在这工作 星期日和星期日 有很多人在这里 因为所有公司都关闭了 所以在这里 都要把钱 他们有免费时间 免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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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个月 如果算超时加班 月领最高 大约台币一万七千元 就得拨一半的钱 寄回家 像纺织服饰业 是摩里西斯 四大产业之一 有200多家企业 帮欧美品牌服装 做出口加工 但缺乏本土劳动力 加上孟加拉 又是纺织大国 经验丰富 工厂招聘的 几乎全是孟加拉一工 厂招聘用性别大致分工 女生负责剪裁缝刃 男生紧盯印刷模组 但工厂的管理者 在当地也算是 外国联酷 在这一部分 这就是装饰 他们叫做装饰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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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设计 这就是我们做的 这就是 他是创办人 曾凡信 也是在地客家人的二代 开发自有服饰品牌 全国分部 29间连锁门市 还是超过40家欧洲品牌 在摩里西斯的独家经营商 从最开始卖纪念品T恤 专做观光市场 后来因应多元化潮流 也生产针织和缩织服装 毕竟在当地市场小 一年生产百万件服饰 主要目标是外销欧美地区 由韩美地区 摩里希斯的纺织品要进入欧洲市场 通通免税 在摩里希斯的纺织产业中 华原精英辈出 因为在70年代 就是由他们建议引外投资 当时来自新加坡 马来西亚甚至台湾的资本大量投入 让纺织在摩里希斯一军突起 例如 美国国家都尽管我们 他们甚至现在还没有成功 因为在摩里希斯我们有一个 多个文化社会 人们在这里有自由教育 即使在那些时候 马来西亚 我认为中国、印度人 他们有很多关注的教育 中国人们永远会花钱 他们可以饿了 但孩子们还要去学校 让后代有高水平教育 是华人能在产业占伟根基的优势 美国文化文化 是为了一个人生育者 你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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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中国人们 他们说 我们认为了 你认为了 社会更好 你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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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家人 你认为了 那是一大分之的 大分之的 他们认为了 你认为了 最最有所凄的 人 自身 但能够 能够 到社会的社会 法界文化的差異 不是逆境 而是助力 摩里希斯的多元包容社会 造就一个产业的 无限潜力 其实摩里希斯本地缺乏制造能力 因此国际贸易相当重要 曾经被荷兰跟发英殖民的历史渊源 让摩里希斯跟西欧国家 维持了紧密的经贸关系 他们也把握了地缘 目标让摩里希斯成为非洲的商务中心 有台商就是看上这样的地理之变 以及独占市场的优势 成立了当地第一家 也是唯一一家的金属加工厂 刚来17年来的时候 其实花了真的 因为我们是第一家 在摩里希斯当地设厂的青钢架厂 所以你没有办法找到任何在 这个国家上有做过类似工作的 在摩里希斯进出口贸易的路易港区 不缺的是工厂 但唯一做青钢架的只有一间 还是台湾员独占市场 一开始我原本预期说会把工厂办来这边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的工厂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是外销为主 那那时候最主要市场是在南非 跟就是非洲这一块 那2016年年初的时候 开始台湾的钢架就开始大涨 那当然客人就开始抱怨 就说你如果价格再继续涨上去的话 他们没办法跟我们买 那所以才会让我想把工厂办到海外来 面临和中国市场竞争 成本飙涨是刘景龙动念班长的考量 早在13年前他白手起家自己创业 所以一开始从事建材五金贸易 当时年纪轻却已经在想 如何从建筑业转型 国际贸易到后面图意到很多的瓶颈是因为太多的贸易平台都很透明 就变成大家在网路上能够查价跟或者取得价格管道越来越多元化 那变成以传统贸易商的生存的利基点来看会越来越被这些所谓平台侵蚀掉的 我想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方法 然后让自己跟其他贸易商有不同的地方有更大的利基点 所以那个是我抢到的青钢架 因为青钢架是全世界都通用的建材 会选择摩里西斯当作怪移基地 有他原本想都没想过的优势竞争力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自由港区 那原则上它就是一个自由港 所以原物料取得完全就是没有太多的限制 那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相对的我们就可以按照客户的需求 我们可以去自由去调配说 我要跟台湾采购 跟中国大陆采购 还是跟第三地采购 这边是一个很大弹性的优势 传统的金属加工 最大成本就是钢材本身 2017年把厂区挪到摩里西斯 因为在港口经济特区 光尽料成本至少省了六到七成 加上看卷摩里西斯缺乏制造能力 贸易过度仰赖进口 在这不只能做青钢架的领头羊 还有地利之变 基本上摩里西斯他已经加入整个非洲 大大小小的所有的FTA 就是所谓的关税同盟里面 那我们在这边进口钢材 在我们这边加工完了之后 就符合这些所谓的 他们的原产地的要求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优势 把我们的生产的产品 然后外销到非洲国家 尤其发展中国家需求量大 外销是主战场 80%小往南非 东非和埃及等等 剩下的两成 供应给国内市场 也绰绰有余 从代工做起 发展到摩里西斯 最大的青钢架自由品牌 要说能在海外稳固扣远 还是因为台湾这块招牌 台湾这个青钢架行业走得很前面 亚洲第一家做青钢架的工厂 应该就是在台湾 第一家专门从事这种大量生产的 就是在台湾 那刚刚也是在我的家乡台南 那他们从很久以前 就跟一些国际的大厂就都有合作 那其实这些厂商就知道说 其实台湾生产品质本身就是比较好的 像是中钢的钢条 占了货源一大部分 不用费力推广客户叫货的多寡 能直接证明MIT的品质 但能撑到现在稳定供货 对刘景龙来说 摩里西斯人的工作特性 一度是他的找门 因为这边社会福利好 所以其实就算他们没有工作的话 他们还是不会 还是不愁三餐温饱 那所以相对的 要教育他们说你要有无论感 这种做事情的态度 其实是花比较多的时间 像是管理员工 就花了快三年时间 才有稳定板底 他们很多人会住在北部 住在南部 他可能搭光搭个公车 他可能就要花50分钟 那他很有可能早上那班公车 他搭不上 他就不来了 因为他下班公车 他来的话一定会迟到 那迟到从外面搭电车进来 可能就要花他一百块两百块 Ruby的车车费 他觉得说 那这样我半天工作就没了啦 他就不来上班了 所以变成我们也一直在调试 要确保有没有迫迫 在表面上 是吧 你每次确保的确保 你每次确保 我觉得最不习惯是我工作的脚步 因为在台湾的时候 我的脚步 工作的脚步跟步骤 节奏都非常快速的 那来这边之后你会发现 其实这边就一个很浪漫的海岛性格 所以很多东西它都要花时间 所以一开始这个数量是最大的冲突 因为我可能办一件事情 我就花上一整天的时间 沉稳的急迫不适应点 是他与生俱懒的性格 舒适圈外 他在异乡的熔炉里 走过七年的成长瓶颈 决心让台产清当价 继续在非洲市场 着力神根 摩里西斯菜 跟它的社会一样 是个文化大熔炉 最能代表它们的美食 是克里欧菜 Crio是一种结合了 印度跟非洲的混血料理 用番茄做基底 加进葱姜蒜 跟特制的香料调味 熬煮成微辣又浓稠的酱汁 加进菜里 吃起来口味意外清爽 满满一国情调 是克里欧菜的形容词 摩里西斯的道地美食 成克里欧 自明意思也代表 移民时代的多种族语言 主要结合欧亚非的混血菜 和这里的人文一样 像是这道猪肉香肠 炖一个半小时 经过特制香料的染色 飘散淡淡咖喱香 但平衡味蕾的关键 是番茄 胡盖在摩里西斯 是家庭常备料理 其实就是番茄 加上葱蒜和香料 调成的酱汁 搭配鱼肉 就是在地人的经典菜色 其实我们吃了克里欧 是一个饭食 我们吃了四国的最好的 咖喱我们吃了鱼 我们吃了鱼 我们吃了鱼 然后我们吃了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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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叫做鱼 因为岛上印度人占大宗 没有咖喱不能算正宗 但克里欧菜特别改良 用百里香肉桂和姜黄等香料 调制清爽版咖喱 是摩里西斯的限定款 每道都是主菜 下肚前还有一套吃法 但是克里欧料理的话 顺序是非常重要的 像他们在前面的部分 会先把饭 豆汤还有这个沙拉 跟鱼的部分一起先摆在盘上 尤其他们说他们的鱼跟肉 是不能混在一起吃的 OK 你可以告诉我们 如何做鱼 对 它是很精确的 它是要加少许鱼 豆腐汤淋在饭上 煎吃蔬菜和鱼 最后才是肉的主场 因为两者如果混在一起 会盖过彼此的风味 殖民历史的影响力 在菜盘上表露无意 生菜铺底加过油醋调味的 棕榈芯是沙拉的主角 大虾增添了海鲜甜味 这道法式料理 百万富翁沙拉 材料如其名 口袋够深才吃得起 一盘又价近600台币 这是一个贵的产品 因为4.5年之后 他们剪掉了棕榈 你只得了这么多的棕榈芯 当时 只得了美国和英国 在栋栋栋栋栋栋栋 口感就像竹笋清脆 带点坚果和椰子味 珍贵在取材不易 棕榈树只有树心能吃 一棵最多分成八原粉 在栋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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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体验尊荣的感觉 不妨尝尝这桌上整品 305国界探索全世界 我是李文怡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文怡